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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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吴雷光 今天我们的大盘呢 又再度碰到季限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又奋发向上 盘中呢也超过了300点的一个大涨 后面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像我在节目上跟大家所说的 在股市里面 我们先撇开基础分析 先撇开基本面 或者是其他的利多的资讯的来源 最主要的 你还是要进入这个股市 既然进入这个股市 只有两个地方是你要去做的 一个叫做买点这个地方 一个叫做卖点那个地方 那你如果能够掌握好一个买点 跟一个卖点的话 各位 你绝对100%是赢家 可以接受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目前来讲还是在盘中 那我们看到台股呢 目前在这个地方 已经创下了今天的新高 今天的新高 好 那当然时间剩下半个小时 后面我们就暂时不介绍它 要介绍什么呢各位 特斯拉 为什么要讲特斯拉 那 就好像 为什么 一月份我要讲 我要讲AI的道理 是一样的 在 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之前 那我相信呢 那 川普在这个地方 虽然力争上有 他也非常努力 甚至 不惜生命 不管如何 那 又有一个元首 有一个资源的手 去 去赞助了 川普 那现在呢 现在 一个是 全球 最有钱的企业家 马斯克 一个是全球 权力最大的总统 川普 各位 在这之前 有没有可能 他们会有彼此之间的 对价关系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如果有的话 那什么时候 应该要去做一个实现 实践的动作 那当然就是在 11月5号之后 总统大选之后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也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总统股 就是11月5号 送给大家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 你没有去注意到特斯拉 那我想呢 很多在这个地方的股票呢 你还是徘徊在之前 那现在最近 最近 从11月5号到现在 最强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特斯拉啦 不管是特斯拉的个股 或是它的相关 相关的那个概念股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各位现在看到 是今天的日子 11月19号 各位 昨天是18号星期一 我们的台股 碰到了什么 碰到了季线喔 之前这个是11月11号 也碰到了季线 11月11号碰到季线的时候 我当天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反弹离场 那既然 既然是反弹离场 有一个条件 它一定会涨 对不对 它就一定会涨嘛 如果它不会涨 隔天继续下跌 我11月1号 我就不会写反弹离场啦 那有没有反弹 有没有一直弹上去 有喔 那只是说 到底要弹到哪里 做一个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你可以赚到 这一个波段的利润 而这个波段利润呢 少说两成以上 了解吗 少说两成以上 所以说一个月的时间 假设你没有那么的贪心 你做一次的波段就可以了 一个短波就可以了 那你一个月就赚两成以上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 11月1号是一个买点 是一个重点 我有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请大家买 涨上来的时候 到了11月8号 各位 11月1号我讲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反弹离场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它不会突破前高 所以说要不要太高兴 不用太高兴 但是还是要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买在第一天 你可以买在第一时间 了解吗 那所以说到了11月8号 到了11月8号 这个K线有没有突破之前的前高 没有哦 差了14点就被拉回哦 这个是11月8号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我代会员也会这样子做 那所以说11月8号 我应该去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啊 多头的股票获利卖掉啊 好对不对 第二个 准备准备做一些放空个股的事情吗 对不对 我就这样子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 11月1号告诉大家反弹离场 这是11月1号哦 好各位 这个是11月8号 这个是11月8号 好我发给我的会员的讯息 好 请试驾放空3017齐鸿 请试驾获利出场2327的国具 我们现在看2327 各位 涨不多 涨不多 各位现在看这11月8号的国具哦 了解吗 11月8号的国具哦 这个波段涨到涨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 各位 100个投资人至少90个人以上 一定会续报 为什么我们就不讨论了呢 一定会续报 但是我呢 我有没有 我没有 我既然没有 当然我就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的动作 所以呢 11月8号 我就把国具卖掉 我就把国具卖掉 各位 有没有被拉回来 有没有被拉回来 有哦 有哦 买进去虚报期间到卖掉 至少 至少也超过了10% 至少也超过10% 好 再看这个地方 3017 各位 齐鸿 这个是11月8号哦 11月8号我这个地方 市价放空 3017 齐鸿哦 各位 请问一下 11月1号 齐鸿这样的涨上来 你敢在11月8号 去把它放空吗 对不对 你一定会想说 它会突破前高 但是有没有 没有 然后一直到昨天 被拉回来到最低 好 重点来了 各位 这个是昨天 11月18号 来到了636 11月8号最高多少 694哦 694哦 昨天是636哦 好 回补 为什么呢 看下去 各位就会知道了 好 11月12号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分享 川普金片利空发酵 废办台积电 ADR拉回 以至今日台股台积跳空拉回 资金留住 销售无动 我们金官其变 我相信这个简讯 大家看起来的话 99%以上 是建议大家 不要随便进仓 它会被拉回 对不对 会被拉回 那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2330 这个是11月12号 有没有被拉回 11号 11号 收盘1085哦 隔天 开盘是1060哦 等于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缺口哦 有没有被拉回 有 那我看的准不准 准 很准 好 再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 这个是11月13号 的一个line 一个粉丝 那个 我传给他的 这个是11月13号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昨天的节目 昨天的节目 也就是11月12号的节目 有暗示 美股 台股 拉回的 开始哦 拉回的开始哦 这个在早上8点40几分 各位 所以11月12号 所以11月12号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那个美股跟台股要被做拉回 的开始 开始这两个字我都写进去哦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现在看到是道琼 各位 这个是11月12号 这是11月11号 当我看 当我11月11号看到道琼的时候 我判断 隔天他会开始拉回 所以11月12号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个说明 跟各位做个说明 然后呢 到了11月12号的晚上 各位 这个是11月12号的晚上 这个是11月12号的晚上的道琼哦 白天我在节目上跟各位说 说美股台股会被拉回哦 那道琼有没有在12号 晚上的时候 就直接被拉回到昨天 所以说 你真的有那么专业 你真的有那么专业 其实你应该从什么 你应该从一个环境 就要开始专业 因为环境 它会 它会领导你去做多 还是去做其他的 反向的投资 对不对 那我们 我们只要 做这样的一个顺势的动作 就是赢家了 就是赢家了 所以 我为什么在11月11号 我就判断 道琼会不会拉回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今天 今天很多特斯拉的股票 在我总统股价衣里面 掌平板 待会再跟各位分享 再跟各位分享 当初各位你们拿到的时候 有好几个都流来 直接去问我 雷光老师 这些股票会涨吗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 我只能说三个字 相信我 那所以说 在特斯拉的这一块 我做的比较多 我放的比较多 我放的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现在的马斯克 已经是 在川普面前的 大红人了 你不要说什么 还有副总统 或者是说还有什么 路格的类伽官员 他一定是川普面前的大红人 所以说 到底他们的对价 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大胆去做一个揣测的动作 那现在 现在以马斯克来讲的话 最大的话 就两个 第一个 就是特斯拉 第二个就是SpaceX 就是这两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呢 假设也是在对价关系里面 那当然一定会被做一个发酵的动作 这个是绝对的 好 各位 11月13号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放空了四星KY 再去放空837 837的6223 11月13号 旺系838是涨停板的价位 我就挂在那边837 那或许你会想说 为什么我不去挂一个838 因为我判断它不会被锁住 那如果不会被锁住的话 我挂838 就要排队 我不晓得会员可不可以排得到 不差那一块钱 800多块的股价 会差那一块钱吗 台币也不是美金耶 所以说不差那一块钱 就挂的837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看623 这个是昨天 这个是昨天 11月18号最低来到747 最低747 好各位 这个是11月13号 838 这个在涨停板价位 涨停板价位 结果点到涨停板838 结果一路就被拉回 最后收盘才814 所以说从涨停板到收盘 它又被拉回了24块钱 那我看了当时心里很高兴 会员看了当时也是非常高兴 那为什么昨天要做回补动作 再看下去 这个是11月15号的 这个是11月15号 我发给我所有的会员 我发给我所有的会员 好 我们看这里 川普交易纷纷新高拉回 势必影响台美股市 多头趋势 加权拉回 加权拉回 即限几率极大 加权拉回 即限几率极大 其实在我要写的时候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会员看到很敏感的字眼而已 所以我就显得有点婉约 有点委婉 那我们台股有没有被拉回来 那既然我知道已经被拉回来了 请问11月12 13 14 15 18 这几天我会不会进场 当然不会啊 我干嘛进场呢 我可以等到我判断对的那一天 再去做进场动作啊 对不对 再看这里 加权拉回 季限几率极大 届时我们在适机进场 各位 适机的适 这个适 合适的适 不是 不是伺服器的适 这两个字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哦 了解吗 完全不一样哦 那今天我们的台股呢 今天我们的台股 从开一个小红高 一路被拉上来 一路被拉上来 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 各位 这是盘中来到的一个高点 300多点 那它是不是在季限 是不是像我11月15号 上个星期五的简讯是一模一样 各位 昨天就在季限哦 昨天在季限哦 所以 既然 我知道它昨天在季限 那个到季限 到季限的 反弹机率 它会存在的 那我什么时候会做一个获利回补 当然是昨天啊 11月15号的时候 我还告诉大家什么 齐主力气首 骨架拉回 四星KY 那齐鸿呢 六二二三 哦 旺细 这两档 台积与回答同步回档 空单续报 这个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11月15号哦 因为我已经判断 18号它碰到的季限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也不用太贪心 只要它碰到季限的那一刻 再看一下手上空单的这几档个股 它们的尾买价在哪里 尾买价 我为什么不是尾买价 那个我们就先暂时不讨论了 那这个时候 我相信我不一定会卖到最低 但是一定是次低 了解吗 一定是次低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符合我任何一个简讯 的一个操作模式 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台积电 台积电从11月8号 从11月8号被说拉回的时候 其实我在节目上 也一直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它就是在做一个稳住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它希望呢 把加局只是做一个稳住 让其他的个股 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漂亮的一个 出货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必须要稳住 它如果没有被稳住的话 它就 它就会被 那个股价就会被杀得很低的 那当然 这个是大家都不愿意的 我一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它的方向是被拉回的 那我做的对不对 我做的是对的 多头股票我把它获利卖掉 那空方呢 就从11月8号去空 再从12号再空 13号呢 就开着续报 所以不管如何 各位 11月1号在这里 11月1号在这里 你跟着我的讯息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反弹上去 反弹上去 然后呢 11月8号在这个地方 获利的那个多头获利的出场 想要放空的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放空 一路放空下来 各位 从11月1号到11月18号 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可以穿多少 至少25%以上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看图说故事喔 你可以把我的节目的 节目都调出来看 只是你们不相信 真的 真的蕾光老师 真的有了 可以这么准到这种地步吗 所以呢 我就告诉大家什么 10月30号的时候 10月30号 我就告诉这个粉丝 川普当选 反弹后放空 我有没有去写 如果川普当选 有什么可以做 如果贺锦丽当选 有什么可以做 没有 没有 因为7月15号的节目 我就告诉各位 所以在大选前 我还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迹象 来辅助我的判断 所以各位 这个是11月 这个是11月5号 送给大家的总统股加一喔 了解吗 那既然是 既然川普当选 他的身边的红人是马斯克 那马斯克呢 他目前我们股票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特斯拉 就是特斯拉 那这个时候你还会舍其谁 我不晓得 那我送给你们的 只是都有很多里面的个股 你们看着会觉得说 怎么这档会涨吗 这档会涨吗 各位 这档不但会涨 而且还大涨 我们看这里 3323的加百玉 这个什么时候 从起涨点是11月12号喔 11月5号 11月5号在这里喔 在这个地方做震荡的动作喔 所以整条状况来讲 整条状况 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蛛丝马迹 都是在季线这里做铺梗喔 我想讲得够明白了吧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它是特斯拉概念骨 而且它的位阶是在底部 而且又在哪里 又在季线 又在季线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季线它有最大 最重要的两个定义 一个是开始 一个是结束 只是看你的专业 你可以知道 它是开始 还在结束 那总统股到底还有什么 我们进广告 待会再说 我们进广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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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马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鼓动乾坤 时间不多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是11月13号 我在我的节目测标叫做川普2.0 然后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什么 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他一定会先去 他一定会先去处理半导体的问题 不然我写川普2.0干嘛 第二个呢 就是特斯拉 第二个就是特斯拉 所以呢 在总统股里面 在总统股里面 有很多关于特斯拉的股票 有很多关于特斯拉股票 最多各位你们流赖上来 我给各位的时候 你们看到很多 很那个 当然股票 有很多你们是没看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久他们没有涨 所以没有被你青睐到 但是只要被我点到呢 在现在的特斯拉的概念股里面 位阶最低的 是最优秀的 是最优秀的 所以呢 假设你们不了解我 各位也没关系 扫描我的QR Code 扫描我的QR Code 或者直接输入 拿到特斯拉 还有其他的总统股 我相信呢 你会是今天以后的大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